Oh baby 真话多说一点 想不就多看一眼 今日中国综艺节目 乘风破浪的姐姐 王心灵用长度不到两分钟的初五 爱你 让全网炸光 不只话题 只冲热搜第一 各让七八年级生再度坠入时封碎道 那些年和我们走过青春记忆的 辣的甜心教主回来了 在座的小朋友可能不懂 39岁的小姐姐王心灵 怎么突然窜红了 铁粉们只想说 我们只是老了 不是死了 回顾出道19年 是什么样的经历 让王心灵成了历久不摔的 甜美天花板呢 从小在担心家庭中长大的王心灵 在华刚异校时期就参与多部电视剧电影演出 之后被经纪公司爱贝克斯向众 要求王心灵去前往日本进行培训 才能签约出道 2003年 刚满20岁的王心灵 发行首张专辑 一听主打歌 灰姑娘的眼泪在市场上没有获得回响 虽然爱贝克斯投入大量资金 但专辑最终只在台湾卖出6万多张 王心灵失望表示 如果第二张专辑成绩不理想 就会考虑退出歌坛 幸好天风博没有放过这个明日之心 人生都是名牌啊 不值五千块的衣服啊 我可不穿 可惜你的样子连五块钱都不值 同年主演三历电视剧西街少年 在台湾创下高收视率 当你说今天的烦恼 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 Apex任务主题曲《当你》 由当时尚未出道的林俊杰 为他量身打造 让王心灵声音打造 歌曲至今 人在台湾KTV传唱 这首歌不但成为 王心灵第一首成名曲 也为他带来发行第二张专辑的机会 隔年2004年 王心灵快马加鞭 发行第二张个人专辑《爱你》 对对情话多说一点 想我就多看一眼 表现多一点点 让我能真的看见 出备俏皮的舞步 搭上了充满活力的学生制服 在华语歌坛掀起了一股甜蜜浪潮 更成了不少高校生 争相模仿唱跳的偶像 成功奠定的王心灵 甜蜜教主地位 第二波单曲《月光》 淡化伴奏 凸显出王心灵的特色嗓音 十分历史人心的歌曲在爆红 专辑在台湾 光占四周排行榜冠军 全亚洲大卖120万张以上 非主打单曲《第一次爱的人》 更是开启王心灵 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市场 同年王心灵主演 三历电视剧《天国的嫁衣》 夺下当年台湾戏剧 年度收拾冠军 并成为她的戏剧代表作 如果死的话 就凭你抱紧我 很用力地抱紧我 不知道你有多喜欢我 折地取花的袈裟 也拿下了第五十届 金钟奖经典戏剧神曲 爱是花儿的芬芳 是蝴蝶的翅膀 却相信的不够因你是她的方向 2015年的王心灵 连续发行三张销售过百万的专辑 至今无缘能挡过纪录 先是年初发行第三张专辑 哈密 天年首歌给哈密 天年迷语 歌口拽地加上照多表情 天年里如初一彻的校服 变成了智服 智服也成了当时王心灵的招牌 行脑的歌曲让大家都朗朗上口 此时的王心灵被美国封为甜心教主 台湾女艺人四大教主也随之被喊起 女流行教主蔡依林 变眼教主张韶涵和可爱教主杨成林并行 年终发行新选集 闪耀2005 整部歌曲 大大大 混合 嘻哈 连续多种音乐元素 剧中出现的桃红色兔子 再次掀起了潮流 年底艾贝克斯以八位数与王心灵续约 发行了第四张专辑 Cindy with you 让王心灵的事业 推出了另一波高峰 我还会出道的曹和量身打造三曲 节奥弯弯 各位乐品曾说 这是一首评量非常高级的国际化歌曲 谢谢你把他唱得这么好听 这时候的王心灵 并为已经无法撼动 横扫随处的奖项 成为华语圈最具影响力 最受欢迎的男歌手 我喜欢你 我真的很喜欢你 2006年 与张栋梁主演三一电视剧 微笑趴萨 当时以6.6亿的收视率 打破台湾电视剧记录 再度夺下收视冠军 成为第二个戏剧代表作 演唱红了多少OST 事业到达颠覆的王心灵 却在2007年 遇上经济公司和唱片公司间的 经济纠纷而被迫停工 时隔489天 才得以发行第五张专辑 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 这一大片宁静的海 第二波单曲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回忆失去的爱情 令人感到刻骨银新 接着发新的专辑 曲风相比前三张 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止造型倒退 不被大众接受 歌曲也会得到市场太大的舞力 配球转型却平均撞墙 会中在2008年 与台湾爱对扣司结束合约 尽管如此 也有几首快智人口的歌 广为流传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王欣宁 累经转型瓶颈 又深陷情感风波 2010年愚人节 旧外范直伟 突然发布多年前与王欣宁亲密的私密照 大胆爆料 17岁时已没了出业 访访时更表示 动手打过王欣宁两次 让甜心形象的王欣宁 有如晴天霹雳 灵律受损 事业更是一度受挫 大众纷纷指责 范直伟人品 也对王欣宁深感心疼 谢谢大家的关心 然后我现在已经就是好好的在工作上了 我会好好的表现 好不容易事件淡出 王欣宁正准备重整出发时 2012年再被卷入姚元昊和隋唐的八年情 隋唐探讽他事导致两人分手的第三者 痛心说出 心想被美工刀隔着 每出来多一个我从来不知道的事实的时候 我的心真的就好像被那个美工刀 再一笔一笔的再继续的搁着 在风口浪尖上的王欣宁只能发布记者会 身内俱下的澄清自己不是第三者 我从来没有进入他们之间 我不是第三者 在感情中我也曾经被第三者狠狠的伤害过 所以我绝对不容许自己成为 别人感情中的第三者 尽管解释与姚元昊相视经过与关系 仍被贴上小三的骂名 事业全面停摆陷入低谷 2013年的小剧弹演唱会也因此喊提 怎么不心疼 怎么会发生 我们两个人快变成陌生人 2016年王欣宁终于登上小剧弹 在演唱会上感性地收 因为一场恋爱几乎失去了所有 但是爱情不就是这样吗 如果你有机会愿真的去爱公益的人 就都值得了 这孤单太晚没明明的安慰 不知道替我祝福的人他是谁 2018年王欣宁回为三年发现第十二章专辑 爱心灵必改甜解而不柔形象 谁是谁 保不清楚谁是谁 怎么能说的电话乱坠 推出《披靡的雷》正在路上全面反攻 被网友认为是酸味十足 而此疑是在针对思考 不开心的时候听到我的歌 可以忘记忧愁 当你们得到这样的感受的时候 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了 2022年王欣宁参与中国节目 《乘风破浪》第三季 再度冠起了七八年级生的青春回忆 39岁的王欣宁不怕被贴上甜美标签 大方表示 如果八十岁都还在橱拐上 跳爱你跟彩虹的微笑 还可以被叫甜心奶奶 不是也蛮好的吗 跟被贴上甜美教主的封号 只有王欣宁待得到 未来呢 让我们继续创造更多更多美好的回忆好吗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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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感谢观看